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上涨了5.65点 刷盘指数10941点 涨幅0.05% 成交金额1328亿元 OTC市场则是上涨了0.44点 刷盘指数是143.33点 涨幅0.31% 成交金额382.98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风云头库资深分析师和金城 金城大哥 金城大哥台北股市 其实在10900点到11000点之前 这个来回整理了一段期间 那么要如何的来看待 可是在今天凌晨美股下跌 尤其是台股当中的 在美国上市的ADR 跌幅都还蛮重的 会不会有影响呢 您的看法 好的 我们看昨天 美国股市挂牌的ADR 台积电是跌2% 连电是跌3% 有的时候我们人家涨多了 我们也没反映到足 所以每次是这样 但是我们很快的讲一下 大家看这个指数 所以你觉得它只是反映了 台股没有跟上ADR的上涨 对 他有的时候有溢价 有溢价的时候就跌了一点点 那有的时候就套利 有的时候他们会套利一下 都会这样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盘后 盘后阿玛隆是跌1.4% 英特尔是涨5.7% Google是涨 Google的母公司是涨8.2% 如果以这样的状况来看的话 美国股市今天的半导体股 还是会涨的 我就这样讲 因为英特尔涨5.7% 因为财报是好的 那昨天跌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几家的财报 还蛮让人家有点担心的 一个是波音 一个是福特汽车 一个是这个Tesla 是这样的状况 那昨天还有涨的比较多的 像5G相关的 Edison Nokia涨10% Edison涨2.4% Selagon Selagon就是那个昨天涨停的 3491 生达科的最大的客户 涨2.8% Siana涨1.5% 也就是说在5G概念的 通通是涨的 是这样 我也跟大家报告 但是昨天的 道琼 NASDA跟费办 都是跌的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台股在这里 其实是这样 我用一句话来跟大家做报告 指数放两旁 个股摆中间 你不用太担心这个部分 现在除息到现在 已经除掉200多点 280点了 那也就是说除掉 我们今年总共会除掉440点 那440点 你很简单嘛 那你现在把10941加280 10941加280点 那已经是1万1220点 那基本上今年的电子股除息 今年很多的传产股除息都贴息 比如说金融是贴息 硕化是贴息 还有一个贴息的大家没注意 就是电信股 电信 电信占很大的权重 他们都贴息 那电子股基本上都填息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时候 现在我把它加回来 加那280点 就11221 我们去年的高点是11270 是已经过 你不能把钱拿回家 他就当没有 你把利息拿回家了 台积电除息有没有过 对吧 很多除息一天就过了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 跟大家讲TWS 我就讲一档 有点财报还不差的 那个叫自身 我们那一天 这个礼拜五收盘是535 今天538 那代表什么 息都填了 2块4填了 又送3毛给你 是这样嘛 息填了 那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讲说你选股 倒是比较重要 记不记得我们讲过 这个华为的概念 叫002463 叫做互电 互电在大陆股市 已经创新高了 不管它那个科创板怎么挂 它已经蹦蹦蹦 又蹦上去了 那它的母公司 你看2316 你看一下 它已经除完息了 除1块 你看它股价已经27几了 我们那时候讲的时候是 20块出头 对 它默默的 默默的就上去了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倒觉得还是在个股 个股 那个股你把产业抓对 太冷的产业 不要去动 你看最近 这个VDI指数涨 你去看一个股票 我就敲给他 不是请他去追 你把万海打出来 你看万海这几天怎么涨 底下投信才买4天 就这样 你要注意 就是投信刚买第一天的股票 你要特别小心 这个 这不存在电子股 或者是传材股 你看它涨这样 你能想万海是这种涨化吗 昨天 想不出来吗 昨天买6000多张 对 我不是请大家去追 也就是说 我会点出那种方式给你看 那大概的状况是这样 那最近在 在 在新闻面里面 这几天我们新闻最热的是什么 烟嘛 烟 那昨天我看了那个 我们这个投资产业里面 昨天我看了那个 那个57 那个叫辉凡 他也用了10分钟 报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国内最大的投顾 券商的投顾 就是元大的 元大投顾出了一个报告 把那个华通给降平 然后顺便从买进降到卖出 而且讲他完全上市订单 我觉得投顾不应该 真的有可能吗 他所以 所以那个 所以昨天 昨天非凡才用了10分钟去报 他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自己 这是我们国内的 这个金管会跟相关单位要去查 他怎么可能会完全上市订单 我讲一个概念给大家听 那我就不谈这个 因为你自己去看YouTube上面 有他们的那个 那个上 大概报了10分钟 还蛮精彩 你看 他要出报告之前 先空单 争了一堆 然后这个借券争了7000多张 然后个股期争了9000多张 总共18000张 18000张 跌2块 3600万 还要去什么施焉案 搞了半天才几百万 他这样一天就 一天 一天而已 他全天就回补了 一天就3800万 还需要 弄那么复杂 还弄个无期徒刑 弄这个还没事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此利不可长 而且一般来讲 这券商的报告都是 可是国内的投信 通常都很保守 对对的 不会这样写 你要去谎人家以后 所以就是 找个分析师 写写报告 一般都是 券商出报告 很少投顾出报告 而且出这么重手 你看人家华通 是多大的公司 他是PCB 现在第二大厂 以前是第一大厂 他连续发了 他急了都已经 出了报告 出来澄清了 今天很简单一件事情 我很简单 讲一个概念 我们不挡他 我用一个例子给听 苹果现在是不是出三镜头了 如果我现在出一个报告 说明年 明年 明年 明年苹果要改成一个镜头 然后大力光完全上市订单 你觉得可能吗 不可能吗 这commer sense 就是这样 那怎么会出这样很特别的报告 而且苹果还没有发表心机 你发表心机在依照他的产品来写报告才有道理 苹果你现在如果跟他讲说 我已经知道你的规格是怎样 你马上被苹果告 对吧 这个部分我稍微讲一下 我就不多讲 来我们回到我们的主动 那我们也得要小心 因为这市场很容易 因为你如果是苹果的供应链 以前外资可以做的 现在被国内投顾做这种事情 而且是元大投顾做这种事情 这个元大自己 就等于是现在大家 叫那个华航出来讲清楚一样 那元大自己内归内控要自己注意 而且太明显 你把它敲出来 那个前一天增加融券很多 而且那我不用讲 你自己看那个报道 我已经看到 他这几天的成交量是很不正常 对不对不正常 而且前一天出报告的前一天 融券暴增 结果出了报告以后 隔天马上补了 这样一来一回三千多万就入账 连续重挫三天 然后量都是增加 这个是有问题 好 那我们回过来讲 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来注意的几个东西是什么 昨天很重要几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不断跟大家讲 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讲 任天堂的概念 从4968 那个虽然你看他财报不敢买 但是我说你像这种股票 你要用什么 这是投信买的 你要用那个停损价的概念去上营 他从我们讲大概五十几块 那涨到130块 就不要再追了 那另外一个 我是不是讲另外一个叫旺宏 对 旺宏涨到昨天创 今年新高 对 他又有低润概念 又有任天堂概念 对对的任天堂概念 那我就很快的讲一下 昨天盘面上比较精彩的是 鸿海集团 鸿海的富志康 昨天盘中最多涨31% 他有转单效应 对有转单华为的效应 大家不是说华为单都没有了吗 结果人家华为在大陆的那个 市占率 市占率 百分之三之四 好可怕 对对对对 增加了成长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这样 任天堂 他已经正式说 8月2号要在中国卖了 那相关供应链你要注意 那注意的是还没涨起来的 因为他先涨晶片 再涨记忆体 再来就要涨组装了 组装是谁 组装是2354 然后那个PCB 大家都知道 它是鸿海集团组装的 那PCB大家以为都是真顶 不是 PCB是2328出的 网宇出的 网宇的 网宇出的 电台厂 它没有什么涨 这个就是要去注意的 所以它的组装厂是红准 组装厂是红准 它的PCB是广雨 这个还没涨 这第一天嘛 那你就像这种 就是昨天的低点 它昨天也才涨一块 它还含一块 那再来的部分呢 是不是讲到5G 5G涨到了 我们也不断地就讲 你看6213连帽 我记得在你节目的时候 是五字头 现在127啦 它三家都差不多了 6213 127嘛 然后6274 127 然后2383 123 那还有一个就是6672 最近投信买第一天 6672 大概也赚 一个 它没赚七八块钱 大概是这样 它也是5G的概念 还有它是 路克希德马丁的最大供应 就是SpaceX 以后第一轨卫星的概念股 OK 这个也都赚一样多 那比价 会比价嘛 那你就这样去找一下 比价 尤其财报 第二季会好的 昨天3491 就是第二季好吗 就直接拉过前面的高点 就是这样 财报是未来最重要的 3491是生哪个 我发现金城大哥 对那个古号呢 还记得比名字还要首心 对对对 你就注意一下 那第二季财报 意外暴冲的股票 一定会在盘面上成为 法人追逐的一个股票 听起来你优选的就是 任天堂概念 然后5G概念 涨到底下 因为先涨晶片 由上游涨到下游了 对对对 涨到 主张主张 就后面量才会冲出来嘛 好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非常谢谢 谢谢风云投顾资深分析师和金城 金城大哥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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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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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